人类把自然的馈赠加工成材料的历史已有几千年 历经石器 陶器 铜器 铁器 再到塑料 橡胶 半导体 如今 材料的研制水平和产业化规模 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制造实力和装备水平 球木之长 必顾其根本 玉煞之高 必捞其基础 制造强国 必是材料强国 长江之南 太湖以北 坐落着中国最重要的特钢制造基地 特钢 顾名思义 特殊用途的钢 售价和制造难度往往位居钢中前列 照例 工厂即将生产徐晓红的拿手钢材 轴承钢 我们为什么选择紫钢是因为 你如果把紫钢生产好 你就是特钢就可以生产好 但解决紫钢 弹簧钢就相当容易 就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紫钢的话是整个钢铁当中最难的一个钢子 轴承 工业地位举足轻重 广泛应用于高铁 汽车 飞机 风机等机械装备之中 制成机械旋转体 作用相当于人体关节 轴承工作时往往要长时间承受极大的压力和摩擦 因此制造轴承的钢必须兼具强韧和长寿命 生产这种钢材的难点是控制钢水的洁净度 以确保钢材组分均匀 这一批次轴承钢的订单来自欧洲 工人首先用电弧将钢水加热到1550摄氏度 再加入钢 镍 硅等合金元素 此时金属溶液亟待脱去其中的杂质 徐晓洪的方案是从底部冲入压气 这种惰性气体会搅得钢水不得安宁 特制的卢渣迅速抓住翻滚的杂质 挟迫其浮游在钢液的表面 这时仅观察表面卢渣 就可以初步判断钢水是否纯净 钢包被吊装进真空精炼炉 再次精炼 绝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一点杂质 极致纯净的钢水被送到胶筑产线 凝固 结晶 杂质 方钢变圆钢 又一批轴承钢可以顺利出场 数据表明新制的高铁轴承钢的疲劳寿命高达一千一百五十小时 这个数据是当前国际高端轴承钢的二点五倍 相信这个最新记录定会引发世界顶级轴承制造商的关注 人类现在能够走到今天 钢铁材料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我们国家也应该说是钢铁大五 因为咱们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是我们现在还正在往前国迈进 最后是产品说话 一定是你这个产品是 大伙有的 你是第一 大伙没有的你是唯一 安钢霸鱼圈分公司的炸制车间 世界上的5.5米四滚双机架宽厚钢板炸机 正马力全开 它顶配超过一万吨的炸制力 足足可将一千一百毫米厚的钢坯 赶薄至440毫米 有了它 这家世界第三的钢器 每年可以生产200万吨 优质宽厚板钢材 支撑起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船舶 油气储罐 核电翘体等超级工程的结构用钢 工作炸滚是直接挤压炽热钢材的关键部件 每24小时就要更换一次 此次更换后 炸机将要为大型舰船定制甲板用钢 产线预计22点恢复生产 按照约定时间 其他工序已经开始准备 精选的铁矿石磨制成粉 混入石灰烧结成块 煤置身1000摄氏度的高温下 甘硫化为焦炭 把它们分层堆入百米高炉 谷入高温气体 复杂的化学反应进行后 铁水从底部流出 宋制转了 脱去多余的杂质 再加入合金元素 铁碳合金在胶柱中凝固 碳恰好填补铁原子间的空隙 铁已成钢 钢皮出加热炉 进入炸制产线 迎接它的工熏炸机 已经蓄势待发 用高压水冲去氧化铁皮后 钢板冷却至1100摄氏度 工人们要抓住这个开炸的量级 万吨压力下 坚毅的钢皮懂得示弱 展现可塑的一面 炸滚反复挤压 超过300毫米厚的钢皮 被擀至180毫米薄 延长至4米 同形状一起变化的 还有钢皮内部的组织 钢的内部是不可计数的精力 杂质压力迫使原精力破碎 形成数量更多 尺寸更小的精力 反复挤压 精力间彼此簇拥 精力如同城邦 隶属的碳原子和铁原子 被限制出镜 原子的活动空间变小 钢的强度随之增加 第一阶段的炸滞过后 钢板自然降温到880摄氏度 这被认为是二次炸滞的最佳温度 几经进出 钢板越擀越薄 厚度从180毫米降至70毫米 伸长至18米 理想的晶体结构已经形成 此时需要将钢板从750摄氏度 迅速降温至350摄氏度以下 目的是把晶体的状态牢牢固定 从而锁住钢材的性能 杂质实际上就是形状一导相变 在高温区间 精证一变形就细了 到下一个温度点 精证它就变成另一种经济结构 如果是我们不想叫它发生 我们就用快速冷却 给它动过 通过这种温度的调整 特别是快速的温度调整 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组织 按照我们的设想 也能怎么变最好 早在汉朝的古籍中就记载了 活于水 合为脆 敲击 迫使晶体破碎 过冷水 把强度和韧性牢牢锁住 古老的手工脆活 和如今工业化的杂质 在决定刚才韧性上 异曲同工 刚刚用科学的视角为我们解读 杂质奥秘的冒蝶老人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国栋 1999年 在国家973项目的支持下 王国栋院士和他的团队 在没有添加任何合金的情况下 仅依靠控制杂质和冷却 就让钢材的强度显著提升 此后 控闸控冷技术 作为钢铁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 迅速成为各大钢企的标配 一时间带领中国钢材 快速升级换代 为中国桥 中国路 中国楼的飞速建设 提供了有力支撑 王国栋院士 也被尊称为不老的钢铁侠 钢 工业之粮食 大国之筋骨 1996年 中国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 中国钢铁正式进入快速发展时代 此后 中国不仅连续26年 保持粗钢产量世界第一 还不断突破品位 今天 已经能够冶炼包括高温合金 精密合金在内的1000多个钢轴 杂质加工超过4000种规格的钢材 这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不过 按照行业共识 一个国家要完成工业化 人均钢铁蓄机量要超过10吨 今天的中国不足八吨 中国钢铁 任重而道远 1903年12月17日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晴朗的冬日 奥维尔莱特坐上了后来 被称为飞行者一号的飞行器 在哥哥威尔博的帮助下 飞行了12秒 从此人类进入飞行时代 这个伟大的时刻 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 飞行者一号的发动机上 莱特兄弟开创性地 使用了一种金属 铝 铝在地壳中的风度 超过任何其他金属 最重要的是 其密度只有钢的三分之一 用铝制造飞行器 减重效果显著 对飞机而言 减重一公斤意味着 每年可以减少近40万人民币的油耗 换作航天装备 减少一公斤 就可节约发射费用 近两亿元人民币 因此 青金属铝在航空航天领域广受重视 也是迄今为止 这个领域用量最大的轻质结构材料 铝由此得名 会飞的金属 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铝加工企业 包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神舟系列飞船 长征系列火箭 新一代国产大型运输机在内的 众多国之重器上的铝材 都出自这里 2022年10月1日 这里即将生产 用作国产大飞机机翼B版的铝合金材料 任美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现代航空几乎是伴随着铝合金发展起来的 行业内甚至有一代铝合金 一代飞行器的说法 即将熔炼的是最新一代超高强高韧铝合金 不同的金属原料被依次加入熔炼锣 它们是这款铝合金中的配角 元素按比例组合是变通的灵感 也潜藏着工程师的心机 更是至高的商业机密 700摄氏度的合金液体落入底盘 沉积至75厘米后 底盘开始匀速下降 此时结晶器外壁开始冲入冷水 内部的铝合金浓液在冷水的冲击下 渐渐凝固 顺序地结束晶体 胶筑过程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一旦铝钉冷却收缩不均匀 就会在金属内部留下硬力 这会导致开裂 更可怕的是 有时它不会立即开裂 而是把这个隐患带到后续的生命周期 一旦系的合金它应力比较大 铝水凝固的过程中 一旦是参数波动过大 急冷之后它就会炸开 所以参数要求就更加精细 八个小时后 长6.5米 宽1.62米的铝钉 缓缓出炉 挺拔 直立 翻射的高光足以和银媲美 此时铝钉的体温仍有300摄氏度 降至室温后 铝钉被送到炸制产线 与炸制刚才的万吨压力不同 这里仅需千吨压力 就可以轻松将铝钉压扁 厚度明显降低 热处理之后 原本应该平整的板材 此刻呈现波浪 这是板材由内向外 表现出的对压力的反抗 这样的板材显然难当大任 人为才要卸下他们最后的傲慢 你开始启动大队 好 在8000吨拉伸机面前 屈服强度超过300兆帕的 高强韧铝合金宽板 如同褶皱的衣服 被瞬间斩平 处理后的板材 可以消除90%以上的残余硬力 确保在生命周期内 不会憔悴变形 这是人为才团队历时六年研制的 最新一代铝合金 迎接它的将是另一个高光时刻 最新一代超高强高韧铝合金材料 彻底突破国外技术封锁 用作国产大飞机机翼壁板 成功托举国产大飞机 展翅飞天 按照行业共识 从1930年起 铝合金每30年更新一代 强度提高100兆帕 中国仅用十几年时间 就完成了从国际上第二代铝合金 到当前最先进的第四代的跨越 助推国产航空航天装备快速升级换代 不仅在航空航天 铝在现代社会的角色也不容小觑 能源领域 由铝线和钢线搅合而成的线缆 广泛应用于特高压电网输电 先进的铝合金材料 让汽车高铁持续减重 生活方面 铝制包装 铝制建材随处可见 作为21世纪的金属 旅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 不仅仅是在当下 更是在未来 着陆四年的玉兔二号月球车 行驶里程将近1500米 最大的工程 是钛合金制作的车轮筛网 无论跃壤的碎石如何磨损 它总能凭借记忆恢复原形 马里亚纳海沟 中国奋斗者好深前期 成功作敌 可以抵挡1100个大旗亚的载人球舱 由钛合金打造 国家大剧院 由于选用轻质又耐腐蚀的钛合金 做穷顶 整座建筑无需力助支撑 外观还能长保金属光泽 太空 海洋 陆地 金属钛 一次次向我们昭示出它的超凡能力 事实如此 钛被认为是继铁和铝之后 崛起的第三金属 其强度和重量比是金属之最 不怕600摄氏度的高温 也不惧零下196摄氏度的严寒 耐酸 耐减 耐盐 永不生锈 几乎具有理想金属材料的全部属性 英文中甚至用希腊神话里 代表强大神秘的泰坦神族 为它命名 幸运的是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 泰的储量相当丰富 通常物以希为贵 多者为廉 但泰恰恰相反 它竟是昂贵的代名词 让我们回到钛合金制造的起点 一谈究竟 两山之间的这片厂区 是中国第一家全流程单制钛生产基地 一炉按照航空级高纯度金属钛所需的原料 正准备熔炼 加入氯化炉中的 是满足生产要求的金红石粉 含钛量超过90% 将其氯化 只得四氯化钛 800摄氏度的亚气环境中 四氯化钛和金属镁达成交换 1000摄氏度真空环境中 残余的金属镁和氯化镁被请出去 最后 单质钛在亚气环境中降温 再见天日时 钛已经重获新生 凝结成一种多孔的银灰色固体 俗称海绵钛 这种耗时200多个小时的工艺 被称为美热还原法 从发明至今已经80多年 虽然繁琐 却是目前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工业用钛提炼方法 漫长的提炼周期 直接赋予钛昂贵的价格 仅在海绵钛状态时 钛的价格就差不多是高强钢的五倍以上 加工好的高纯度海绵钛 来到了享誉世界的中国钛古 这里出产的成品钛合金 价格不菲 能达到高强钢的几十倍 工程师们即将为机翼衡量 打造高强高刃钛合金 首先把按照比例混合好的钛合金原料 压制成一个个小块 并焊接成一个大块头 再进行熔炼 钛在常温下十分温顺 一旦加热 马上就会变得性如烈火 因此熔炼必须在真空环境中进行 为了保证高强高刃钛合金内部化学成分均匀 这样的熔炼 还需要再进行两次 三次熔炼后 就要进行钛材制作最关键的一步 寸招 快断机 主操作手 工龄十四年 每年经他操作锻造的高品质钛合金超过四千吨 不同于钢 钛的锻造温度区间非常窄 锻造的过程中 每一个十摄氏度的温度区间 都要匹配相应的压下力 在锻造过程中 如果出现一点点失误 钛合金棒材只能降级处置 而这样精密的锻造 一根棒材至少要经历八次 成品高强钛合金 强度可以超过一千兆帕 今天 钛合金已经成为航空业的核心材料之一 几乎适用于制造飞机上的任何部件 伴随着更加深入的开发和利用 钛在未来的发展 一定会有更具想象力的空间 一根根直径9.5毫米的吸管 名为N36包鞘管 它们是华龙一号CF3燃料组件的关键部件 用来直接装载核燃料 核反应堆堆心能否安全稳定运行 与它们密切相关 制作这些锡管用的是另一种金属 钢 它被誉为原子时代的第一号金属 事实上 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 人类就发现了钢石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钢石都被当作钻石 直到1789年 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指出 这并不是真正的钻石 它从中发现了一种新的金属元素 并用钢对它命名 金属钢才挣脱冒牌钻石的枷锁 钢 热中子吸收洁面小 不仅如此 在高温高压水中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优异的力学性能 可以有效阻止核裂变产物溢出 阻断核污染 因此 钢成为核燃料包销材料的不无二之选 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 共有四百多座 超九成都使用钢合金 作为核燃料的包销材料 但由于其研制难度大 此前只有美国 法国 俄罗斯等少数国家 掌握全流程的制造工艺 今天 中国高合金包销馆的研发和制造 迎来了突破 这间实验室 每立方米大于等于0.1微米的成立数 不超过一万颗 洁净度远高于医院病房 马上要进行的是 针对核极高合金成分的光谱分析 先把钢合金融解生荣业 做荣业然后出入到机器里 然后把它离子发射以后 然后去读出它的特征出现 即它的浓度含量 核极高合金对于成分的要求非常苛刻 微少的杂质就会对高合金的抗氧化和抗腐蚀性能 带来极大的影响 这次分析的结果 周军十分满意 实测证明 这批注定的成分及分布控制均已达标 可以批量生产 新的钢合金准备熔炼 在元素周期表中 钢与铜族的钛十分相似 单质钢也呈现海绵状 就连制备方式也大致一样 但钢的化学活性更高 对制备过程中的真空度 熔炼和凝固的要求更为严苛 因此 钢的价格比钛还要高出许多 下一步 要把76毫米的管坯 炸制成9.5毫米 最大稻磁变形量超过75% 这对钢合金来说是个考验 这就是我们核心 就是这个机架下面 就是我们的孔寓攻防具 是一种两滚的环孔心杂质 然后里面有个心棒 它转一次往前送进一个量 这样子一个往复的运动 就把大头达到9.5 一定要这样变形 不可能说从我们那么粗的管子 一次就变形到最终的9.5的管子 内部的围管组织也不允许承担这么大的变形 中间要经过4-4片 最火才能做下来 最新的一批成品高管 被送到了检测车间 除理化检测 腐蚀性能检测等常规检测之外 包壳管材还要进行百分之百的超声检测 涡流检测 确保产品的可靠 这是目前全世界最严苛的检测标准 一个百万千瓦的核反应堆堆心 需要近五万只这样的管材 一般使用12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一次 而中国最新研制的N36管材 寿命可以达到18个月 这批管材完美通过检测 每一只管材上都印有唯一的条码 以实现全寿命周期可追溯 未来他们将用在中国建设的全球新一代核能源工程 一场骨壳手术正在进行 患者在运动时不慎脚踝骨折 手术需要在受伤部位放入一个骨钉 内植入骨钉通常由不锈钢和钛合金材料制成 对患者而言 无论选用哪种 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两次手术 第一次放入体内 第二次把完成了使命 却又无法参与人体代谢的异物取出 今天一种材料会将破解这个穷区 实验室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 带领团队正在制造铭合金骨钉 铭合金的好处是 它可以在骨折愈合后慢慢降解 无需二次手术取出 金属铭在医疗领域算是新的面孔 而它的伯乐就是丁文江 我要用铭来做内折了菜来 是一个哲学判断 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 公认的都是从海水里面出来 海里面的元素 对人体一定是有业的 你看海里最多的是钠 你能缺炎吗 第二代元素是钾 钾你缺钾你麻烦事了 白血冰啊什么都是钾错问题了 第三代元素就是铭 这种元素用到人体里面去 对人体最好处没有坏处 铭合金在人体内的降解 必须和骨骼的生长步调一致 可性格活泼的铭合金总是积极 热情 并且不加控制地投入到 和人体的化学反应中 极有可能的结果是 还没等到骨头愈合 铭合金骨钉就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 这会无助于医生的治疗 如果不解决铭合金急躁的个性 那么它很有可能在医疗领域 丧失重要席位 为此丁文江院士团队 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孵化后的铭合金骨钉 浸泡在含有钙和铃的溶液中 这是一种生物活性溶液 成分与人体骨质几乎相同 慢慢地在骨钉的外表 会均匀地生长出一层钙磷涂层 这种身披外衣的骨钉 既能从容地降解 涂层的成分 还可以诱导骨源细胞生成 启发骨骼自愈 人类植入材料 不是说永远取得直升 它的目标和目的 就是能启发治愈 此时 铭合金骨钉植入手术 已经进入缝合阶段 预计三年后 患者体内的铭合金骨钉 就将试料服医去 深藏公于名 一种医用材料的面试 需要走过漫长的周期 幸运的是 铭合金骨钉的临床测试 在四年前就已经悄然开启 2022年10月1日 距离第一位患者植入 已经过去了1487天 和丁温江连线的 就是第一位植入 铭合金骨钉的患者 术后 王小野定期安排自己副检 X射线穿过受伤部位 记录下他愈合的全部过程 他发现 自己的骨头竟然和外来物种 达成惊人的默契 骨头愈合之日 正是铭合金消失之时 这样的神奇 让他难以置信 铭这个材料 它在人体里面降解的时候 真正产生了两个元素 第一个就是铭离子 它的铭是效果 它修复了很多东西 第二个是氢离子 你吸收了氧气 氢跟氧结合 变成能量 就是我们燃料电池 那么我们在人体里面 提倡的就是说 让氢更多地产生 通过氢去来抗氧化 癌症就是氧化 这次回访 丁文将耐心地向患者讲解 关于铭合金运用到医疗上的科学常识 他坚信 对于骨伤患者而言 美好生活 从铭开始 铭合金已经向骨科内植入 迈出了重要一步 丁文将决定 进行一项更为大胆的应用研发 铭合金血管支架 传统的关脉血管支架 一旦植入 很容易造成异物严性反应 致使血管再次狭窄 而新型全降解铭合金关脉血管支架 在兼具传统支架功能性的同时 可以在病变血管 正性重构完成后 逐渐消失 这个创意 属于是丁文将对美 深入了解后的融汇贯通 我研究美的时候 实际上应该说改革开放 研究美我们是第一家 事实上 中国是世界上美资源第一的国家 历史上 美根铝的发现也只差一年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美被血藏了呢 原来美有个致命的弱点 极易燃烧 这导致美很晚才被人类启用 刚刚出道的美 仅被制成美光灯 后来随着工业化发展 人类对于轻量化的需求凸显 汽车减重 高铁减重 飞机减重 航天器减重 直到这个时候 人们的目光才再次聚焦到青金属美 但首要的难题是 阻止美的燃烧 2003年 丁文将从改静氧化膜的织妮度入手 率先制备出组燃美合金 并一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从此 他开启了一生求美的旅程 那时起 中国美也正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美陆续开始在各个领域担当中任 国防美 交通美 农业美 能源美 而医疗美 是丁文将为美合金开发的新角色 一旦成功 对金属美而言 将是又一次革命性跨越 第一批美合金血管支架微系管材 就要准备试制 炉中美合金批料 被加热到400摄氏度高温 拿到挤压机上 制成外径8毫米的管材 接下来 他被送进炸机 反复炸制 拉拔 搅置 根据使用位置的差异 这些管坯最终被加工成 外径尺寸2.0至4.0毫米 壁厚0.1至0.2毫米的位置 再要涂层 一系列处理过后 得到了美合金血管支架 初步检测 美合金血管支架 可以完成压卧外径1.3毫米 到扩张外径3.0毫米的变形 镜像强度水平 可以媲美已经取得 临床应用的骨骼合金支架 中国的美走到今天 占了全世界的90% 我想就是说是 在不远的未来吧 中国一定会把 中国具有资源优势的美 做成这个中国的 能够走向世界的一个产业 是吧 引领世界的一个美产 中国美和中国美 美美与共 回望金属 它曾做过流通的货币 也担过万军之力 进入现代社会 金属向下伸至舞阳 向上满至九天 它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 中流顶住 地球熔岩 在风和水的形塑下凝固 形成组分差异 软硬不一 色泽不同的岩石 岩石 是人类聪明的祖先 很早用来制作工具的材料 后来 人们制造了岩石 与烈焰的相逢 创造出塑造地球面貌的水泥 连接中外沟通古今的陶瓷 开启科学之门的玻璃 信息时代的半导体 人类点石成金的奇迹 正在上演 六月 金沙江干热河谷 气温已经低近40摄氏度 高山深谷是水能的宝库 中国建设者要顺势建造一座 年均发电量超过624亿千瓦时的 超级水电站 前提是 要修筑一座坚不可摧的 蓝水大坝 检查完毕 可以开始作业 水坝 可以化洪水的威胁为清洁的电能 在这个伟大的发明中 水泥材料功不可 水泥掺杀石混水 制成混凝土 此时 水泥中高浓度的钙和龟 让沙子和石子 变身无数的小刺猬 刺与刺 犬牙交错 紧紧相拥 这是水泥浴水变硬的奥秘所在 这个神奇的过程 往往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水泥受热膨胀 凝固时 遇冷再收缩 这会埋下开裂的隐患 而这里采用的是 中国首创的低热水泥 这种水泥水化放热较少 可以让无霸不裂的世界级难题 迎刃而解 工人们要赶在凝固之前 埋设冷水管 进一步调控水泥的温度 完美的温度控制 让水泥浑然天成 凝固硬化后 甚至比天然的岩石更加坚不可摧 向东两千公里 中国人正在建设一座新的核电站 在这里 水泥又一次被委以重任 这种核电水泥被称作水泥皇冠上的明珠 中国自主研制 它是构筑核岛 安全壳等核心部位的关键材料 建成后 可以抵御17级台风 9级地震和商用大飞机的撞击 并且能有效防止核污染扩散 未来 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将被安置其中 一个个超级工程 是人类和水泥美丽邂逅的一处处缩影 从一万米高空俯瞰我们生活的星球 排除自然力量 人类塑造地球面貌则是通过水泥实现的 西数地球上的人类文明痕迹 几乎都和水泥有关 全世界每年的混凝土胶筑量 相当于一座长一千米 宽一千米 高接近珠穆朗玛峰的山 这个体积是其他所有建筑材料总和的两倍多 可以确定 水泥是迄今为止使用最多的人造材料 而制造这种材料的原料 却是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 石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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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水泥工厂 隋同波创新团队是它的设计建造者 今天他们要在这里 试制强度高达60兆帕的水泥熟量 挑战工厂生产的理论极限 配料车间 磨碎的石灰石和黏土 经传送带进入滚压粉磨机 粉碎至得历尽80至200微米的水泥生料 在水泥厂的制高点 水泥生料从112米的高处飘燃而下 底部熊熊烈火制造的高温气体 向上升腾弥漫至整个炉内 生料被高温包裹 400至600摄氏度 粘土脱水活化 800至900摄氏度 石灰石中的碳酸盐完全分解 两分钟后 热态物料到达底部 进入旋转的庞然大雾 直径5.5米的圆桶内 巨型喷火将制造出超过20米的烈焰 温度瞬间提升到1420摄氏度 在高温烈焰的催动下 物料完成熟化 形成硅酸盐熟料 接下来十多台巨型风机 将高温水泥熟料 从1420摄氏度 迅速降温至60摄氏度左右 最终形成硅酸盐矿物 和少量的玻璃体 水泥熟料制成 浴水硬化的能力 已经蕴藏其中 抽检结果显示 这一批次的熟料强度 超过60摄氏度 刚刚我们在绿色工厂 见证了科学家 指挥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 合成人类历史上 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将水泥熟料添加石膏 研磨成粉 产砂石与水混合 就变成人们最常见的混凝土 中国人以此为灵感 用人 弓 石 合成了汉字铜 代指混凝土 简单形象 巧妙绝伦 现在 距离古罗马人 发现把石灰 石膏 和火山灰混合 烧煮 可以上演 御水变硬的神奇 已经过去两千多年 在那之后 水泥使用的中心 从欧洲 经北美 来到亚洲 今天已经到达中国 从用于火箭发射台的 超耐高温水泥 用于建设公路 铁路 跨海大桥 甚至飞机跑道的 高性能水泥 再到用于油气 钻井工程的超快硬水泥 举行水坝用的低热水泥 最近四十年 中国人发明了六十余种 特种水泥 为一个个超级工程 提供了强大支撑 而点石成金的序曲 即将进入下一月章 夜幕降临 陶瓷一人雄建军的工坊 已经开工 烧制陶瓷的原料 是景德镇特产的高陵土 混水后的高陵土团聚 简单造型后 送至烈火中灼烧 有机质和水逐渐消失 逃坯形成晶体式结构 表面变得平滑 甚至出现光泽 就连声音也变得清脆 事实上 在高陵土之前 我们的祖先曾选用过 黏土制作陶器 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种利用化学反应 获得的新材料 到了东汉末年 中国人率先用高陵土做原料 并改造窑体 把炉温升至一千二百摄氏度 陶由此进化成为瓷 秦汉的豪放 隋唐的雄阔 宋代的儒雅 明清的精致 直到十八世纪初 西方都没能烧制出瓷器 陶瓷是中国的名片 世界的瑰宝 英文中 陶瓷和中国 甚至共用了一个单词 进入现代社会 陶瓷不只是沟通中外的文化使者 在工业领域 陶瓷早已大显身手 景德镇向北一千公里 坐落着另一座 以陶瓷著称的城市 陶瓷的城市 陶瓷弹簧的秘密 在于组分与外形的精巧配置 目前已知的弹性压缩量记录 是20% 李玲团队最新烧制的陶瓷弹簧 将挑战25%的世界记录 厂房吸头 另外一个团队的带头人张伟茹 则忙于应付一场供货压力 带来的挑战 与张伟茹视频连线的 是国际知名轴承厂商 他特别关注张伟茹团队的陶瓷产品 极其产能 张伟茹为之骄傲的作品是 用于制造轴承的氮化硅陶瓷球 这种陶瓷 硬度仅次于金刚石 重量只有钢材的三分之一 被认为是目前综合性能最好的 结构功能一体化陶瓷之一 尤其制成的陶瓷轴承 转速可达每分钟60万转 耐高温达到1200摄氏度 更奇特的是 它具有自润滑的特性 我们现在做的 在我们国家航天发动机 月球趟月车上 附的一般骑士开下 这种温度很低的情况下 实际上那个氧化质都算凝固了 因为我们这种陶瓷球 它几乎就不要用氧化质了 氧化油了 2015年 从事先进陶瓷研究30年的张伟茹 带领团队突破氮化硅陶瓷球的生产技术 打破国外垄断 成为全球仅有的三家 热等净压陶瓷轴承球生产者之一 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浪潮之下 陶瓷轴承球功不应求 张伟茹每天最头疼的 就是应对来自全球的 巨大供货压力 工厂内 即将开启新一批淡化硅陶瓷轴承球的纸备 高纯度原料 被压制成陶瓷 送至热等净压机 厚重的金属门之内 可以同时产生2000个大气压的高压 和2000摄氏度的高温 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 陶瓷球中残留的空隙 被逐渐排空 陶瓷的致密度将得到显著提升 进入氮化硅陶瓷的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四面体的结构 硅原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 四个氮原子分别位于四面体的顶点 这个结构之间的空隙越少 氮化硅整体的结构强度就越高 高质密化氮化硅陶瓷的强度 可以超过1000兆帕 出炉的氮化硅陶瓷球 已经具备坚实的内心 五道研磨抛光程序 则帮助它获得镜面级的光滑外表 合格的氮化硅陶瓷球出厂后 将被运往世界各地 踏上遥远的征途 今天 这里生产的各种尺寸的黑色陶瓷球 被广泛应用于精密机床 电动汽车 能源化工 航空航天等领域 为我国高端装备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 回到陶瓷弹簧实验室 此时 新制弹簧样品 已经在测试设备上安装完毕 挑战的目标是25%的压缩量 也就是50毫米的弹簧 要往下压缩12.5毫米 这几乎是陶瓷材料弹性的理论极限 测试开始 压盘缓缓向下 达到12.5毫米的设定时 陶瓷弹簧没有像普通陶瓷一样碎裂 松开 再次下压 经过45次重压 陶瓷弹簧完好无损 太好了 这次达到我们实验的最高水平了 陶瓷诞生于中国 后跟随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脚步 开辟远洋航路 驰骋世界 享誉全球 在时间沧海中 陶瓷及科技 艺术 商贸之大成 穿越千年而不朽 今天 新演进的200多种先进陶瓷 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 在精密制造 电子信息 生物医疗 国防军工 航空航天等领域 支撑起最前沿的探索 当然 在先进陶瓷这个技术秘籍 资本秘籍 创意秘籍的关键材料领域 中国与先进国家仍有差距 中国科学家正奋起直追 迎头赶上 整个把这个石头 是吧 刹研 然后变成某种笋 真的呢 就我经常讲的 叫点杀成精 对吧 彭寿 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的毕生所学 都与一种神奇的材料有关 玻璃 玻璃我们都很熟悉 但未必了解 制造玻璃的原料 是自然界常见的沙子 学名石鹰沙 正如水浴冷会凝结成冰 当我们把以二氧化归 为主要成分的石鹰沙 加热融化 再冷却 沙石就会变身 无色透明的玻璃 人们形容玻璃 像凝固的空气 又像不会融化的冰 但透明 可不是玻璃与生俱来的特质 人类最早制造的玻璃 与今天有很大不同 它总是因为杂质 而丧失清澈度 同时因为包含金属元素 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但人类早已为它宝石一样流光溢彩的特质所倾倒 直到十四世纪 人类才终于解开了玻璃透明的密码 杂质排除得越彻底 玻璃就越透明 伴随第一块透明玻璃诞生 人类认知革命的序幕也悄然拉开 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 望远镜则让人类仰望星空 从此有了不同的意义 有了透明而性质稳定的玻璃器皿 没有任何事物能比可观察可控制的化学反应 更能激发人类的好奇心 玻璃不仅是现代科学的接生谱 更是美好生活的塑造者 它是现代社会中人类使用最广泛的材料之一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 没有玻璃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模样 玻璃它不仅给人带来这种幸福的生活和艺术上的享受 同时也把人带来了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新增成 那么第三阶段就是我们工业的联系化生产 彭寿院士正在研制的玻璃是信息时代玻璃材料竞争的高点 大尺寸显示玻璃 人们要想透过屏幕感受身临其境必须依靠它 更大更大更薄更纯净是彭寿不懈追求的目标 35吨原料投入大跨度融摇摇池 融化好的玻璃液必须经薄金通道进一步高温澄清 强制均化才能制得高品质玻璃液 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温度是关键 澄清1600多摄氏度 均化1400多摄氏度 出口1300多摄氏度 精准控温的幕后英雄潜藏在搏金通道地下室 分区精密控制单元和密集排布的冷却管 可以控制温度误差不超过正负1摄氏度 严苛的温控条件下 工程师顺利制的高品质玻璃液 1300多摄氏度的高品质玻璃液 缓缓缓流入装满锡溶液的锡槽 两种溶液比重不同 如同油悬浮于水面 玻璃液在锡溶液之上均匀摊开 在拉边机作用下慢慢变薄 冷却之后经过裁切 最终形成面积达5.5平方米 厚度却只有0.5毫米的超薄玻璃 这种生产工艺由中国自主研制 被称为洛阳伏法 发明至今延续使用了50余年 同英国皮尔金顿 美国匹茨堡齐名 并称世界三大伏法工艺 而优化洛阳伏法工艺 并用其制造信息显示玻璃 是彭寿院士团队的创决 要想达到信息显示等级 玻璃表面必须做到绝对平整 并且零瑕疵 因此下一步要做的是 将玻璃与锡接触的一面 均匀磨去两微米 难度相当于将标准足球场 大小的平面 均匀去掉0.5毫米的表皮 三分钟 三道打磨抛光程序完成 再一次清洗烘干 就来到这个百级的捷径车间 最严格的纯净度体检 随即展开 标准是宝石级别 不允许任何直径超过100微米的瑕疵存在 体检过关 新一皮刺长2.5米 宽2.2米的超大尺寸液晶玻璃机板 顺利下线 这个尺寸 被认为是生产大尺寸液晶显示面板的黄金比例 此前 这种大尺寸显示玻璃机板 仅美日两国可以制造 2019年 这条8.5代信息显示玻璃机板产线 顺利投产 标志着彭寿院士带领团队 打破了美日两国的垄断 今天 每隔30秒 就有一片长2.5米 宽2.2米的玻璃机板下线 迄今为止 产自这里的8.5代显示玻璃 总面积足以覆盖2万个标准足球场 可以装备接近1000万台超大型显示设备 材料产业 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 来关键 叫一袋材料 一袋工艺 一袋工艺 一袋装备 也就是说材料是装备的基石 在这个保密等级最高的车间 彭寿院士团队 要启动更加极限的挑战 目标是制备一种柔性显示玻璃 这种玻璃最常见的应用 就是眼下市场上热销的折叠屏手机 为了实现连续折叠100万次不破损 弯折半径小于一毫米的目标 工程师首先采用多道先进工艺 制造出厚度只有0.2毫米的超薄高铝玻璃圆片 紧接着 一种特殊方法被用来创造奇迹 超薄高铝玻璃圆片 超薄高铝玻璃圆片被整齐地固定在特制的喷铃架 接下来药液冲击玻璃的表面 玻璃不堪药液腐蚀渐渐消瘦 喷铃架特定的角度和喷头的特殊形状 是确保玻璃均匀瘦身的关键 10分30秒 减薄机停止工作 超薄玻璃被再次减薄7倍 蜕变成厚度只有0.03毫米的柔性玻璃 我看一下今天时刻的产品厚度怎么样 16个采样点 最厚和最薄之间误差只有一毫米的千分之二 数据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减薄 谁说人民生活的需求和对玻璃的需求 我们就向薄形化发展 所以我想这个30毫米可折叠玻璃的研制成功 必将开启我们在柔性显示和柔性应用中的芯片站 按照一天折叠100次计算 支持百万次般折布破损的柔性玻璃 可以让折叠手机使用超过27年 这是彭寿院士团队创造的新的世界记录 而玻璃带给人类的惊喜不止于此 这里是中国高性能纤维技术的重要测源地 材料专家组群即将用玻璃做原料 制备一种特殊性能的纤维材料 1600摄氏度高温 玻璃瞬间融化 重力作用下 玻璃液从薄老合金漏嘴中流出 下落过程中急速冷却 0.01秒瞬间固化成仙 最细的时候直径只有4微米 相当于头发丝的十二分之一 这意味着一颗玻璃液 可以变身29公里的细丝 1380颗玻璃液拉直的细丝 可以绕地球一周 变身细丝这一刻 玻璃性能发生惊人的善变 从脆性的玻璃变成拉伸强度 达3500兆帕的纤维 是超高强钢的2.5倍 族群团队研发的特种玻璃纤维 及高强度 高磨量 轻量化 耐服罩等优异性能于一身 在航空 能源 国防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 事实上玻璃纤维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它常被编织成布 层层铺设形成骨架 再灌入树枝 加热固化 做成强度膜量提升10倍以上的 特种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这种材料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 玻璃钢 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复合材料 小到家用电器 大到汽车轮船 甚至风机叶片 这种由玻璃纤维制成的复合材料 已经无处不在 距离泰山25公里 是中国首条万吨持摇玻璃纤维产线的诞生地 15条生产线马力全开 这里年产玻璃纤维可达138万吨 把这个数字放大8倍 是全球一年的产能 其中中国占比超六成 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玻璃纤维生产国 汤智瑶从事玻璃纤维行业超过40年 过去十多年 他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性能极限 让波纤材料弹性磨量 从70兆帕一路攀升到95兆帕以上 助力中国全波纤风机叶片 从70米升级到110米 今天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在电子信息领域 玻璃纤维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 印刷线路板是所有电子产品的核心器件 由玻璃纤维支撑的电子布 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支撑和绝缘作用 随着电子科技不断进步 电子产品日趋轻薄和小型化 这要求电子布要更薄 玻璃纤维要更细 这正是唐智瑶新的目标 那我们要把这个接电审货降到0.002 最好能到这个0.0018 那到0.0018 说不定我们就是轨击领线水平 一年之前 唐智瑶团队攻克了4微米超细丝的量产难题 下一步就是利用细丝编织薄布 目标是把超薄电子布的厚度降低到14微米以内 这是生产超薄电子布的最后一道难关 为此唐智瑶专程赶来制造现场 把纱线摊成扁平的丝束 是生产超薄电子布的关键 这种工艺被称为开线 圆柱形的纱线互相交织 纤维布的厚度至少是单根纤维的十倍以上 而且存在大量孔隙 消除孔隙正是开线工艺要解决的难题 40根直径4微米的玻璃纤维被碾成纱线 经过编织就变成这样 我把低阶段布掉出来看一下 产品下线了 显微镜下 最新一批生产的电子布厚度只有13微米 这个就比较好了 纱线开线的效果非常异性 纱线间的空隙消失不见 这正是理想超薄电子布该有的形态 长期以来 仅国外少数厂商具备这类产品的生产能力 严重制约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今天这个困局已经变成过去 这个指标我们在国际上还是很好的 养和硅 地壳中最丰富的两种元素 是地球给予人类最丰厚的礼物 而人类也不辜负这个馈赠 人类打开层层密码 挖掘二氧化硅这种最常见的物质潜在的用途 从玻璃到玻璃纤维 下一站就是光纤 向前传播 当人类让携带大量信息的光 在这种玻璃纤维中传输 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 从此诞生 不受磁场辐射的影响 能以最小的能量传输最多的信息 今天通讯光纤早已经成为 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 而点石成金的故事远未结束 莫子 古老的东方文明中 第一个在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中超越时代的智者 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莫子号量子卫星模型 2500年之后 2022年5月 以莫子命名的量子通讯卫星 在相距1200公里的两个地面站之间 成功建立量子纠缠 这又是一次超越时代的成功尝试 量子调控技术的书线 前提是人类掌握了一种特殊材料的制造 周期极化磷酸氧太钾 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需要的纠缠光源 就是由它产生 微观下观察 其原子呈整齐排列 人们通常把这样的物质称为晶体 很难想象 这样的材料自然界并不存在 完全由人工创造 根据微观晶体结构和人工合成的方式 人们称呼它为人工晶体 磷酸氧太钾晶体 是人工晶体家族的重要成员 施瑞泽 非线性晶体专家 全球极品的磷酸氧太钾晶体 就出自它的双手 制造这种晶体的第一步 是为它们提供一块完全平整的基础 让分子在这个平面上一层一层的结晶 这个基础被称为紫晶 施瑞泽将紫晶小心播种 接下来它必须付出充足的耐心 在温度浓度精心配比的环境中 晶体仅仅附着在紫晶上 物质生长成绩 施瑞泽要熬过三个月才可以收获 漫长的等待过后 被誉为光学半导体的材料 如其长成 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 造就了最美丽的晶体材料 比如人们熟知的天然钻石 它们微观下呈规律排列 这是材料近乎完美的一种状态 今天 人工调动安排微观世界的物质 来制造晶体已经成为现实 人工晶体 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璀璨明珠 造就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四大科技成果 激光 原子能 半导体和计算机 中国科学家已经有能力制造超过三十种人工晶体 半导体晶体 信息技术的粮食 激光非线性晶体 固体激光技术的心脏 光学窗口晶体 光电探测与制导系统的眼角膜 微晶材料 天文望远镜 空间相机的骨架 闪烁晶体 核辐射探测的眼睛 压电晶体 通讯技术的耳朵 这些巧夺天工制造出来的新材料 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科技发展中 它们的潜能将进一步被挖掘 人类的未来与这些材料息息相关 人类点时成经的故事必将更加精彩 今天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天然物质 都是经过了35亿年的进化和筛选 得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 自从有了化学工业 人类也扮演起造物的角色 仅用短短一个世纪 就创造了无数的材料新物种 最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利用石油得到惊人的衍生与善变 合成高分子材料 化纤 树枝 塑料 橡胶 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它们密切相关了 虚语不可分离 这是人类造物的传奇 现场指挥 远游船远东海轮离火卫大约五百亿左右 立即组织人员做好现场的带篮 靠谱准备工作 徐北港区 一艘长275米 宽48米的巨型游轮 五艘托轮协处 即将靠港 现在需要向前多少米 现在大概43米 现场指挥 船长指挥 首尾来程军一代号 远东海轮靠谱完成 水头开始接闭 停稳后 船地双方要迅速交接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15万吨原油 码头的流量度率是多少 1.5 原油携带着地球深处的能量 在指引下 沿着14公里长的管道 秘密转移到炼化装置中 原油将在这里 华丽转身 这座五年前拔地而起的钢铁丛林 负责把原油中的元素分离 重组 磨尖接种的塔罐 首先用蒸馏的手段分离原油 依次得到费点从低到高 密度从小到大的产物 这些产物已经具备资格 作为燃料驱动社会运转 但是在这里 它们将被进一步炼化 原油混沌初开 得到方厅 乙烯等重要的化工材料 其中 有一种被称为PX的炼化产物 它可以上演一滴油到一根丝的传奇 我们穿的衣服大多和它有关 PX经过氧化 得到PTA 从船上卸下的PTA 进入料仓 和计量好的乙烟醇混合均匀 通过管道泵送至反应符 在特定温度下 发生纸化反应和缩矩反应 十个小时后 得到的白色黏稠状液体 经增压泵 从喷丝头的细孔流出 细流在环绕的风中 舒缓地冷却 最终固化成仙 屡屡细丝被缠绕固定在滚轴上 一个滚轴的细丝重量约5000克 展开大概可以绕地球八圈 这是化学工业创造的 从油变丝的传奇 关于这个传奇 要想了解更多 恐怕要追溯到1928年 当时 年仅32岁的卡罗瑟斯博士发现 用二元酸和二元氨 经缩矩反应 而形成的聚氙氨纤维 化学结构和性能 与蚕丝相似 进一步研究后 它做出了世界上 第一种合成纤维 尼龙 用它制成的丝袜 上市后 立即锋利全球 之后 越来越多的化学纤维 被发明出来 如日方生的化纤 尽显锋芒 后来人们推测 化学纤维只要足够细 或许可以媲美天然真丝 由此 一场细丝的比拼 席卷整个化纤行业 先是日本 在2000年左右 宣布产出0.3弹超细纤维 0.3弹 表示一万米长的丝 重量是0.3克 这曾被认为是工业化 纺丝技术的上限 世界上不会有人突破它 不久 中国就制造出0.15弹超细纤维 超细纤维 降低50% 而今天 中国人要打破 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高级工程师 边树昌 即将挑战0.05弹 相当于把接近头发丝 50分之一的纤维 再劈成三半 气的纤维 相当于我们头发的 30分之一 超细纤维 已经狠细了 相当于我们头发的 50分之一 我们现在进一步的发展 就是海岛纤维 纤维的纤维 可以达到 2.7个微米直径 相当于头发的 两百分之一 就是纤维到了 这个程度以后呢 就产生很多性能的变化 面料的这个柔软性 面料的舒适性 以及吸水导湿 这些效果 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化纤成丝前的液体原料 称为锯脂 边树昌要用两种锯脂 生产一种纤维 取名海岛纤维 新开发的 简容性锯脂 作为海 常规锯脂 作为岛 当海干涸 岛就会作为 更细的纤维 独立于是 但若海水太稀 岛来回游走 那么两种锯脂 就会拧成一团乱麻 若海水太粘 岛就会淹没海底 覆水难受 因此锯脂 是决定海岛纤维成败的关键 什么情况 这个计量梦车停了 目前的话 其他的都已经处理好了 这个都是正常的 对 这边都是正常的 好的 这个车间 复杂的管道内 流动着海河岛两种锯脂 计量泵 温度计 压力仪 这些精密仪器 忠诚地监视着锯脂的状态 往海岛的时候 这个温度就不能太高 顶多280 点龙呢 都270 温度差异的两种锯脂 流经六层喷丝板 沿着不同的路径 最终汇合流出 这时 它们已来到纺丝车间 海和岛在共生的瞬间 扩散 结晶 离此间形成清晰的界面 37根细丝 如岛屿般分布在海中 一束海岛纤维 汇聚成一条肉眼可见的细流 细流冷却成仙 轻柔 负有韧性 它们在工人的指引下 丝丝入扣 绵延落轴 一切竟在边树昌的掌控之中 第一批次海岛纤维 成功下线 虽然化学纤维的历史 只有短短130年 可我们创造出的人造纤维 甚至超过自然界的棉麻茅丝 比如 上个世纪蜂蜜 蜂蜜全国的的确粮 金拉又金拽 金洗又金晒 维伦 如棉花般稀施 强度超过棉花 金轮素有合成羊毛的美誉 用来制作西装 外形挺阔 不易褶皱 安伦的弹性家 常做内衣或运动服 狄伦 长丝织物 有珍珠光亮 手感顺滑 媲美天然真丝 如果把最新的海岛纤维 交织成布 其性能 甚至优于天然脊皮 精气防水 是上等的面料 人们常选用它 擦拭精密仪器 今天的故事 发生在中国江南 苏州五江 这里曾因日产万匹 一被天下而闻名 时过境迁 曾经的丝绸之都 已经变成世界化纤重镇 放眼全球 世界每年化纤用量 超过七成来自中国 有人曾断言 如果没有化学纤维 全世界的土地都种上棉花 也难以解决 全球人们的穿衣问题 化纤入一 不仅满足了全世界人们 对温暖和精致装扮的向往 从中还可以窥见流行趋势的遗二 副纸被铸入并 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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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压电厂的作用下 锯质液滴突破表面张力 形成喷射吸流 吸流在空中选择蒸发或者固化 最终同归于接收装置上 这是纤维直径小于1000纳米的超微细纤维 纳米尺度的纤细 赋予这种纤维更大的使命 它无畏经纬 无需纺织 可以用其代替绒喷布制造医用口罩 也可以成为血液渗透膜的关键原材 还有另一种纤维 它的身影常出现在高端体育装备中 往往助力运动员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用其制作风机叶片更轻更坚固 会带来更高的发电效率 和更强的机组稳定性 在航空航天领域 这种纤维甚至向金属发起零力攻势 人们常选用它代替金属 三 二 一 点五 并把这种纤维的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 航空航天装备水平的重要标志 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碳纤维 碳纤维凭借着细如发丝 轻如红毛 强如钢铁的优异性能 早已在工业领域站稳了脚跟 只是它还贵如黄金 制造难比芯片 世界上能够生产它的国家 屈指可数 中国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中国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 主要生产T700级 T800级级以上碳纤维 T是指拉伸强度 是衡量碳纤维的关键指标 今天中国工程师联锋 要向T1000发起挑战 今天召集大洋 我们开一个技术讨论会 这个是当前 现在最新的一个 就是这种一个曲线情况 这个平台还是相对比较长的 我是想这个尽可能升高的幅度大一些 我是希望选择三十 充分讨论后 联锋已经胸有成竹 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的反应 是呀 巨大的储罐里 丙细经单体首尾相连 得到聚丙细经 这是碳纤维原液 压力的作用下 原液经喷丝板被挤出 形成数千个细流 它们先经过一段空气 而后进入凝固域 这种工艺被称为干喷 湿房 这是T700级以上高性能碳纤维低成本 大规模稳定生产的关键技术 全球仅三个国家掌握 每两万四千根纤维 聚集成八厘米宽的线束 它们被大大小小三百多个 不同速率的滚轴拉动着 向前延展 均匀瘦身 进入氧化炉 纤维真正的蜕变拉开帷幕 聚丙吸睛分子链交连 弹性降低 强度增加 颜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此时的纤维柔软有余 而强度不足 为了提高强度 它们急待进入碳化炉 摆脱非碳元素 温度490摄氏度 碳元素留在原地 但氢氧元素开始挥发 温度继续升高 非碳元素逃离得更彻底 碳元素愈发显眼 温度到达2000摄氏度 纤维中的含碳量达到95%以上 每六个碳元素组成缓网状结构 结构间平移 转动 紧密结合 坚固的乱层石墨结构形成 这时原子间的结合力出奇地高 外力很难将它们拆开 纤维的硬度随之显著提高 碳纤维终于按照工程师规定的路线 进化完成 24000根5微米的黑色丝线 聚集在一起 从中取少量样品送去检测 拉力测试仪的结果显示 升级的碳纤维抗拉伸强度超过6400兆帕 这几乎是超高强钢的六倍 达到T1000级 一束一米长的T1000级碳纤维 重量仅0.5克 却可以承担500公斤的力量 取筷子粗细的一束 足足可以拉动两架C919国产大飞机 未来T1000级的碳纤维 将有力支撑中国 包括大型客机 运载火箭等国之重器的制造 和众多超级工程的建设 1880年 爱迪生为了制造常量的电灯 最早发现了碳纤维 可早期的碳纤维容易破裂 折断 导致其陷入了漫长的休眠期 百年之后 人们将碳纤维唤醒 升级配方和工艺 让碳纤维施展才华 绽放锋芒 这时细如发丝 轻如红毛 强如钢铁的碳纤维 才重归江湖 并一举斩获新材料之王的称号 这是合成纤维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2000公里外的车间内 工人们正在为一场汽车测试而忙碌 这里是国际最高等级的汽车测试厂 9号场地的路面 已经均匀覆盖好一层水膜 可见测试将在湿滑性这个维度展开 今天测试的主角是轮胎 采用的原材料 是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的绒具钉本橡胶 不巧 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测试被迫推迟 可以说世界对橡胶的大量需求 是在汽车诞生之后 今天世界上那么多著名的橡胶生产商 都是伴随着汽车工业而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橡胶 大多来自一种暖湿地区生长的植物 三叶橡树 在超过八百种含橡胶的植物中 它是最经济的 在天然橡胶中 五个碳原子连接八个氢原子 组合成一物二锡单体 一个单体接一个单体 构成聚合物长链 很多根杂乱的长链 像纠缠在一起的面条 不过一旦你用力拉伸 聚合物链就会被拉直 然后沿湿力方向平行排列 放开后 分子就会恢复原来全区的状态 橡胶表现弹性 就是这个原理 后来橡胶的使用场景激增 天然橡胶公布应求 已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参战国都不惜重兵 抢占天然橡胶主产地 合成橡胶 也是从那时起被寄予了厚望 于是人们开始以石油为原料 制造合成橡胶 到今天 全世界每年生产超过2500万吨橡胶 近七成是合成橡胶 超过一半的合成橡胶 用来做轮胎 六个小时后 天宫作美 测试正式开始 环场绕行三轴 湿地滚动测试 湿地绕桩 轮胎抓地力和操控性测试 时速60到100公里 湿地百公里急刹车测试 传感器记录了足量的数据 测试宣告结束 红旗 红旗 快速通过 快速通过现场 合成橡胶材料专家王雪 亲自到现场参与测试 想要第一时间拿到轮胎测试结构 轮胎行业有个魔鬼三角 滚动阻力 抗湿滑性能 耐磨性能 分别对应油耗 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在轮胎行业 这三者分明是彼此矛盾 相互制约 而王雪要做的 就是通过开发高性能相交 让这三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平衡 测试结果出来了 这个实抓系数为1.45 在1.40到1.55范围内 达到了欧盟标签法的B级 轮胎的滚动阻力系数是6.31 达到了欧盟标签法的A级 还是不错 测试结果是抗湿滑性能的A级 滚动阻力B级 对王雪而言 这只是情理之中 他希望继续改进橡胶 从而让中国轮胎 瞄准世界最高等级 双A级 看这个分子链 就是活性链 引入这样一个 环氧集团以后嘛 是吧 有两种反应方式 是吧 一种是带保护的 变成这种 保护在哪儿啊 保护 他保护这个 保护呢 反正没保护的话 回到北京的实验室 王雪迅速召集团队 改良配方 昨天说那个GPC 先把它做上 这边聚合就准备 好 八百贵荣基油 四个碳的丁二锡 和八个碳的本乙锡 两种石油制品 在这里都是原料 被分别蹦入反应符 在温度升至五十摄氏度 丁基里适时登场 他是这里最勤奋的隐形工作者 负责指挥两种单体 按照特定的组合方式 聚合成弹性的长链 两个小时后 白色乳状胶花吸出 这是合成橡胶的最初形态 经过分子结构测试 和性能评价后 王雪判断 这个配方 可以送往规模化地产现 两公里外 第四代官能化 绒锯钉本橡胶已经投产 白色的胶花跳动 脱水 再挤压 他们就会抱团成块 五天后 块状橡胶抵达轮胎加工厂 他们即将参与一场 轮胎的制造之旅 胶块 碳黑等原料 再次集合出发 橡胶沾染了碳黑的色泽 褪去洁白 呈现亮黑 挤压机 为他们塑形成片状 再冲凉 洗去污浊 这使得他们 已经可以被称为胎面了 制作成型的胎体 胎侧胎圈从别处赶来与胎面组合 散状的机械壁 被胎体压缩并冲气 滚轮压住胎面 贴合并包裹住胎体 这样 轮胎的半成品就做好了 它还要进行流化处理 这一步尤为关键 橡胶是一条条的分子链 分子链之间是没有作用的 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是强度很低的 通过流件 然后我们这有一条分子链 这底下有一条分子链 然后在中间 一个硫磺 一个硫件 就把它连起来 这是整个的织的网的结果 流化的橡胶 既不会因加热而变粘 也不会预冷而变硬 始终柔软而富有弹性 有了流化的橡胶 世界上才出现了 可以更好地吸收道路颠簸的充气轮胎 得益于优化的橡胶 中国已经可以批量化生产 国际领先的AB级轮胎 而橡胶带给人类的 不只有惊喜 也曾有过惊吓 1986年1月28日 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在严寒中起飞 升空约72秒后 突然爆炸 七名宇航员全部临栏 事后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理查德·费曼 用一杯冰水和一只橡皮环 解释了挑战者号失事的根本原因 低温下 橡胶密封圈失去弹性 导致火箭助推器 高压高热气体泄漏 引发爆炸 事实上 橡胶经常被制成密封件 应用在重要的装备中 挑战者号的灾难被我们敲响了警钟 幸运的是 今天 中国合成橡胶材料专家 邵明波 也是王雪的同事 宣布已经成功研制出 新型氢化丁晶橡胶 这种橡胶既能耐受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 也能承受150多摄氏度的炎热 合成橡胶依然在人们的努力下进化 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越见深入 台球出现之后的几个世纪 都是用橡胶制作的 到了19世纪 这项运动越发盛行 为了避免大象被过度捕杀 台球制造商开始寻找橡胶的替代品 随后 一位美国人用植物中的纤维素做原料 合成出一种新材料 赛璐洛 它是塑料的鼻子 后来这种新材料的用途 远超出台球桌的范围 染色后制成的装饰品 似天然的珊瑚和琥珀 甚至可以以甲乱针 赛璐洛还很有塑性 可以用来制作儿童玩具 只是它非常易燃 所以当时的人们还在继续寻找赛璐洛的替代品 1898年 科学家武艺中 合成出一种今天常用的塑料 巨乙锡 1907年 贝克兰用本分和甲醛 又合成出另一种塑料 分泉树枝 这种塑料不仅价格低廉 而且耐高温 适用范围广 从此开创了塑料工业 到今天 关于塑料的发明琳琅满目 全球每年塑料的用量约为3亿吨 人均40千克 塑料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材料之一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做这个二弹杂栽桶 两本分的来龙去模是什么事 材料是一些科技的基础 我们搞科研就是解决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减锡膏 他研究的塑料 是一类不具高温 并且兼如钢铁的特种工程塑料 它们在航空航天 机械制造等领域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这类塑料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 出现于英国 2003年 简西膏带领团队 合成出名为巨迷风铜的工程塑料 一举打破西方国家 在高性能工程塑料领域的 长期垄断地位 那目前来讲到像人数性数值当中 我们的耐热温度最高的 这个是我们国际首创 原始创新 处于国际领先 这个不客气讲 不过 简西膏的目标不止于此 它还在继续提高这种 高性能工程塑料的强度 和耐高温性能 反应腐内 新型单体聚合 经注塑机制成育成型件 它被安放在电子万能试验机上 其耐热性和强度将接受检验 结果显示 新制的高性能工程塑料 可以耐受强度270M帕 温度260摄氏度 272.06M帕 这是新的记录 未来 这种高性能工程塑料 将在更多国之重器 和超级工程中大显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过今天 工程师却要用它制作一张特殊的塑料薄膜 目的是为了验证 其用作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可行性 拉伸机内 十厘米建方的样品 被成功拉伸至七十厘米建方 厚度减薄却没有撕裂 锂离子电池由正极 负极 隔膜和电解液构成 隔膜使电池正负极分隔 既要防止正负极接触而短路 又要确保电解质离子顺利通行 其重要性堪比半膜之于人体的心脏 电池内部寸土寸金 隔膜越薄 留给正负极材料的空间就越多 同等体积下 电池能量密度也就会越高 今天张旭杰要用最新测试的原料 挑战五微米锂电池隔膜 此前最薄的记录是7微米 隔膜是锂电池四大核心材料中 科技含量最高 实现国产化最晚的组件 历经多年攻关 今天中国工程师不仅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还在不断挑战厚度和安全性的极限 尘量尘量 收到请讲 关注一下目前磨面的状态 胶状容体已经挤出 快速冷却 形成厚度为1至1.2毫米的磨片 目前磨面无胶点无气泡磨面正常 好的收到收到 接下来的拉伸工艺 是隔膜制备的关键环节 被夹子固定的磨片 以50米每分钟的速度通过产线 磨片在纵横两个方向被同步进行拉伸 面积扩大7倍 厚度逐渐变薄 分子链之间巨大的作用力 确保了磨片不撕裂 此时 肉眼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隔膜 表面密布着纳米级的微孔 这些微孔是电池中锂离子的通道 这种施法双向同步拉伸工艺 可以让微孔接近圆形 大小更均匀 从而提升隔膜的性能和安全性 代表着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 这一批词检测结果显示 隔膜的厚度仅5倍米 将磨面放大2万倍 孔隙分布均匀 塑料的绝缘性将正负极电子绝缘 保证电池不发生短路 还可以在电池过热时 通过B孔功能来阻隔电流传导 5微米 可以让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升5% 这正是塑料薄膜 在电池内部施展的魔法 也是中国科学家 在高分子材料领域的 又一次重要突破 无论是效仿自然 还是灵感显现 或是一次偶然 倒也像是冥冥之中 我们终究是竭尽材质 合成 创造 贡献了许多材料的新选择 我们的衣食住行 已经和他们密切相关 高分子材料 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更是工业强国的新事 是华尔 是一直在香港的 并且是居然 以为你家里的